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晚安 我今天很感谢主 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大家 分享我这段时间来的一些见证 那无时无刻拖住我的耶稣 从小到大 我几乎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 无论是求学 考试 或者是求职 直到成家立业之后 所有的一直而来的工作的压力 还有家庭的关系 这一切的种种的困难 还有挑战都接踵而来 我开始真正意识到 人的力量真的是非常的有限 而在这有限的力量下 要去兼顾这么多的角色 还要做到尽善尽美 却又无法达到自己的要求的时候 我每天充满了焦虑 我几乎要完全失去了自己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而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急着要找寻一位生命的导师 他可以教给我智慧 来走这人生的道路 但是有这样的导师吗 这样的导师你在哪里呢 是孔子还是孟子吗 还是金刚精 我也找了易经 是彼得杜拉克吗 总不会是西妇吧 而在我遍寻不到答案的时候 生命的难题 他并没有停止下来 他反而更多的考验 临到我的身上 我的父亲在几年前进到了家户病房 并且开始洗肾了 我的母亲她也因为跌倒 而髋关节骨折 没有办法行走 我的兄长们也陆续碰到了一些试炼 包括财务的困难 还有婚姻的破裂 甚至要走上法庭 甚至我亲密的另一半佳慧 她也生病了 我的妻子佳慧 在几年前开始出现 脚无力的状况 身体逐渐出现各种状况 我带着她走访多位医生 竟也都找不出原因 每个医生告诉我的 都是不一样的答案 这让毫无医学背景的我 看着她的行走能力逐渐消失 并且开始跌倒 我的心都碎了 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 害怕 但是我没有办法 毫无能力可以去抵挡这一切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做才好 我呼求上帝 神啊你为什么要 给我这么样大的考验 我真的快承受不了了 你听见了吗 于是这段时间 我一边上班 一边还要担心着妻子的安危 还要跟兄长分担 照顾父母的责任 还有照顾安排小孩子的大小事情 我每天拖住了繁忙的工作 拖住了我的爸爸妈妈 拖住了我的小孩和我的妻子 我拖住了所有的人 我只能一直地告诉自己 这一切的答案 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我才能去完成这一切的工作 但是 我真的帮不到 我的内心深处 却不断地在呐喊着 有谁能够来拖住我呢 我拖住了大家 谁能拖住我 我感谢上帝的安排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同同的住户 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为了带来的福音 告诉我 唯有依靠神的救恩 来帮助我和家会 于是我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 对耶稣 对耶稣和十字架 一点概念都没有的我 因为弟兄的一句话 他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 你觉得人是怎么来的 我左思右想 答案肯定只有一个 除了全能的上帝 还会有谁呢 于是我在去年的八月受洗了 在教会弟兄的带领下 开始我慢慢地了解 很多事情不是靠人的努力 就可以完成的 我体会到了在神的家中 很多事情 他可以从四倍功半 变成了四半功倍 并且用我无法想象到的方式来完成 原来我一直寻寻觅觅的生命导师 耶稣他出现了 神开始在各方面帮助我 信主这段时间以来 他并非从来不再遭遇任何的难题 而是不管遭遇什么状况 我的心中都有一份说不上来 莫名非常平安的心 来拖住我度过这每一天 家会的病因在长庚 终于得到了确诊 而现在也得到了治疗的一个方向 而难处是家会 他必须要经过长期的复健 复健的过程 因为健保的规定 每个月都必须要转院 才能够继续做复健 但是这整个过程充满了变数 接下来的医生愿不愿收呢 他可以收家会吗 收了能不能立即就有病房呢 如果无法住院 目前他是无法治理的 那我怎么照顾他 我帮他找的看护 可以好好的照顾他吗 这么多一切不可掌握的事情 好在都有神的保佑 让家会每个月他都能顺利的被安排 无奉接轨的住院复健 也经过了这半年的复健后出院 家会的身体他逐渐有了进步 从当时整个双脚是瘫痪的状态 他现在已经可以用拐杖行走 这一切我都要来感谢主 而我的工作也受到了神的祝福 我们的工作每年都会受到集合的考试 那在去年总共有三次的集合的考试 在以前我的区域每年都一定会被抽中 集合的考试是这样子 它是只要你一被抽中 如果你完全的过关 上司也不会给你什么奖赏 他认为这是你应该做的 可是你如果做不好 那年底的考基你就知道要怎么办了 可是在去年三次的集合考试中 原本我每年都会被抽到的 在去年竟然都跳过了两次 但是有一次还是跳不过去 我想说神啊 你就帮助我让我这次的集合考试 能够顺利的过关 让我准备充足 然后能够顺顺利的过关 可是神的安排 祂不是这样子安排的 就在集合来的第一天 祂走访了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第四个点 而我排在第五个点的时候 主考官说 不考了 今天就到这里 明天再继续 所以我的区域就这样被跳过了 然后隔天再继续 完成了整个集合的考试 所以我虽然被列在集合的名单之中 可是我就这样完成了 我去年的集合工作 所以神总是用我们 令我们想不到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过关 那连我的儿子 神也来顾念他 开学的前一天 他有一次晚上11点才跟我说 爸爸我明天开学 我需要红色跟蓝色的白板笔 我说你好样的 你11点才告诉我 这个时候所有的文具店都已经关了 你这个时候才告诉我 那我要去哪里买 那我想左思右想 好吧那就家里旁边的全家试试看吧 我根本也不知道全家那里 到底会不会有卖白板笔 姑且走到那边 一看 真的我吓住了 就剩下两支白板笔挂在那里 而且刚好一支红色一支蓝色 那也太刚好了吧 我说神啊 你真的是会跟我开玩笑 就是逗我开心 真的是神真实的存在 那其实在二月的时候 我的儿子小杰 他也因为感冒而导致了肺炎 那其实高烧不退 那这段期间 还好有教会的弟兄 在持续的帮我儿子祷告 那也在教会的安排之下 他紧急的受了洗 而且他发高烧的状况 在受洗之后 很快他就退烧了 而且在两天之后 我们也顺利的出院 所以他现在是非常的健康 这一切都要感谢主 感谢主 他也来祝福我的财务 让我在照顾家人 不仅要请外劳的状况下 还要负担我爸爸妈妈的 那个照顾的费用的情况之下呢 就在今天 我还能够有能力 去还请我的保单的贷款 我真的觉得神 真的是真真实实的神 无论是大大小小的事 无论我在何方 耶稣他永远都会在我的身旁 现在的我 已经找到了平安和智慧的源头 他不但是我最好的导师 更是像父亲一样的守护者 无时无刻地拖着我 我的心中常感到一股 莫名平安的力量 当我害怕的时候 他告诉我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当我没有信心的时候 他告诉我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而每当我失去盼望的时候 他会告诉我 但他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示上腾 我也相信这句话 会应用在我妻子的身上 他必定可以恢复他行走的能力 于是这一切问题需要的答案 我都已经找到了源头 未来会是一帆风顺的吗 我不知道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我已经有了拖住我的耶稣 能够让我继续地往前行 就算有更多的挑战 我也不害怕 怎知不会有更多的神迹奇事 来到我的面前呢 主啊 我感谢你为我所做的这一切 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 相信你必会做最好的安排 谢谢你的恩典临到我和我家人的身上 赐给我们平安 感谢主 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阿们